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娱乐说 每天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最新鲜的娱乐资讯 希望宝宝们能从百忙之中抽出一 分钟阅读小编专为你们准备的文章哦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交到很多朋友 但真正被称为兄弟的却没有几个 甚至连一个都没有 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只能接受你的辉煌 不能接受你的骆驼 这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 可以说如今的社会是非常现实的 尤其是在娱乐圈相信这种事情应该更常见吧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于浩铭最好的兄弟 看看他们之间的一些感动事迹 提起于浩铭 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 他在曾经因为一部电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 火得一塌糊涂成为万千少女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于浩铭1987年出生在广州 刚出道的时候是去参加了快乐男生 从此就被公众称之为国民立地 可以说于浩铭在当时是一位十分受欢迎的男星 本来等着他的是一片灿烂的星图 前途一片大好 谁知道很不幸 在拍摄另一部戏时 因为热气球爆炸 他为了救女生 毁容了 对于一个明星来说 毁了容 等于毁了他的一切 很难再混下去了 原来的于浩铭可以说是一个开朗阳光的大男孩 可是经历过这件事情以后就越来越变得郁郁寡欢了 并且因为烧伤的缘故导致他看起来十分的苍老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可以说是十分致命的 好在现在的医疗技术 整容都不错 经过治疗 他也算恢复得很好 后来于浩铭在重新回归舞台的时候 在快乐大本宁 这个节目中说到当时自己被在医院中第一 各见到的是杰哥张杰 张杰在得知于浩铭的事情第一时间就放 下了手中的工作赶到医院去看望于浩铭 谢娜称当时杰哥想要去带给他一些快乐 结果不知道说什么 看到这里 相信很多小伙伴们都被杰哥深深的打动了吧 于浩铭渐渐好起来的时候 心态也渐渐放宽了许多 后来于浩铭在付出的时候 还是受到了不少的语言攻击 就拿那年花开月正元那部剧来说吧 因为他在里面扮演的是反派 加上样貌的不尽人意 因此没少遭到观众的攻击 但正因为这样才证明于浩铭的演技是非常的不错的 于浩铭可以说是不幸的 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通过这件事 让大家看到了一位更加成熟有演技的于浩铭 并且还收获了一份真挚的友情